天气太热,吃什么都没胃口 试试这道凉拌土豆丝 酸辣脆爽 下酒又下饭 切土豆丝其实很简单 不需要切那么细 只要粗细均匀就可以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喜欢您就留个关注吧 切好的土豆丝用水多清洗几遍 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能使口感吃起来更加的脆 煮个20秒捞出来 用凉白开过凉 做凉拌菜一定要控干水分 然后加蒜末 葱段 花椒 干辣椒 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少许陈醋 再来一把花生米 和少许香菜叶 抓拌均匀即可 酸辣脆爽 这个炎热的夏天 真的强烈推荐您试一试